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盘车 头条带您关注金砖峰会的相关消息 今天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 5月23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 共和国的首府喀山正式登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 并发表讲话 强调要将金砖打造成 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 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 金砖阔源后的首次领导人峰会 23号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 东道国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喀山会展中心 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 印度总理莫迪 伊朗总统佩泽西齐阳 埃及总统赛西等成员国领导人 共同拍摄合影 在先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议 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机制发展 以及当前国际形势深入交换意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大范围会议的发言中 就提出对未来金砖发展的五点主张 其中将和平放在首位 呼吁各国维护共同安全 在加沙地区要推动尽快停火 停止杀戮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形式持续恶化 黎巴嫩战火又起 相关各方间的冲突 还在进一步升级 我们要推动尽快停火 停止杀戮 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不懈努力 习近平还着重谈及金砖创新合作 宣布中方将建立在深海资源 特殊经济区 工业能力 数字产业等领域 四项新的合作机制 习近平并指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演变 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之后 各方要引领全球治理改革 特别是推动国际金融架构改革 同时推进扩原和设置伙伴国的进程 提升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金砖国家要发挥引领作用 深化财经合作 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维护高水平金融安全 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 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金砖合作机制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 如今已形成了多层次 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架构 而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习近平也强调 要将金砖打造成为全球南方 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 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 凤凰卫视 您巧闻 刘健 周明亮 俄罗斯喀山报道 正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元首峰会 在23号也进入第二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会寻求加强金砖国家的权威 同时主张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 三大领域寻求合作 普京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指出 金砖国家都是志同道合 代表着不同大陆 不同发展模式 不同宗教 文明和文化的主权国家 同时拥有巨大的政治 经济 科学和人口潜力 俄罗斯将致力于加强金砖国家的权威 增强其在世界事务中解决紧迫的 全球和地区问题中的作用 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 深化金砖各国政治安全 经济金融和人道主义等 三个主要领域的多方面合作 普京还强调 金砖国家不是在口头上 而是在行动上 极限对世界事态的责任 全国家们都在相对 равенств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和相对相对 的认为高度和认为 和同意的认为 和共同性的成绩和平均 和平均 不在言言之后 表现责任的责任 未来的世界上 正在责任的责任 责任的责任 而在大方委会谈中 普京首先谈及经济问题 他指出 全球贸易正在分化 发达国家债务负担持续增长 金砖国家购买力 已经超过G7国家份额 而各国金融政策的平衡 则使得金砖国家的经济 表现出稳定性 金砖国家未来将能够建立 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 根据俄罗兹总统 助理乌沙科夫的说法 有关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的最终宣言文本 是已经上定 其中就包括乌克兰问题的 解决办法 以及金砖国家的伙伴国模式 等众多重要及敏感的议题 富豪卫视 引力 苏炳灿热尼亚 在喀山的报道 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16次会晤 23号通过喀山宣言 呼吁加强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扩散机制和裁军机制 宣言并呼吁所有受邀方 真诚并建设性地 参与此次会议的工作 另一方面宣言也提到 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 宣言就呼吁各国承认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扩散机制和裁军机制 在维护全球稳定 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加快地执行 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 和其他大规模 回面性武器区的决议 其中就包括根据 第73届联大地546号大会文件 当地时间23号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期间 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双方同意 共同维护好边境和平安宁 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同时开展两国外长 和各层级官员对话 推动两国关系 早日重回稳定发展轨道 23号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金砖峰会期间 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这也是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以来 两国领导人进行的首次正式会晤 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 中印正确把握历史潮流 和两国关系发展方向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双方应加强沟通和合作 增进战略互信 应继续坚持中印 互为发展机遇 互不构成威胁等重要共识 坚持正确战略认知 莫迪也在会谈中表示 印中关系保持稳定发展 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至关重要 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也十分重要 在当前形势下 印中合作有利于促进经济复苏 和世界多极化 印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 增进战略互信 拓展互利合作 就在会晤前 中印双方宣布 就边境巡逻达成解决方案 将落实相关协议 两国领导人也在会谈中 就边境问题的进展表示积极评价 并同意发挥好两国边界问题 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 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双方还同意 两国外长和各层级官员开展对话 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 稳定发展轨道 同时在多边场合加强沟通合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双方认为 会见具有建设性和重要意义 同意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 不让具体分歧影响两国关系大局 中印两国领导人 在金砖峰会期间 实现了近五年来的首次正式会晤 不仅就维护边境地区的 和平安宁达成共识 也同意要开展各层级的对话 加强沟通合作 相信这也会为推动两国关系 重回正轨 注入新的政治动力 凤凰卫视 巧闻中明亮留见 俄罗斯喀山报道 习近平当地时间23号的下午 也会见伊朗总统 佩泽西齐扬 双方就当前中东地区的形势 交换意见 而习近平也强调 无论国际和地区的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会毫不动摇发展 同伊朗友好合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地时间23号下午 在俄罗斯喀山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 他祝贺并欢迎伊朗首次作为正式成员 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习近平指伊朗是具有重要地区 和国际影响的国家 中方支持伊朗 维护好国家主权 安全和民族尊严 稳步推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并深化同周边国家的 目领友好关系 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 中医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 我多次强调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毫不动摇 发展同伊朗友好合作 佩泽西齐扬表示 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以防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 落实好两国全面合作计划 推动两国在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 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 取得更多成果 并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共同反对 霸权霸凌 双方还就当前的中东地区形势交换意见 习近平表示 中方对于当前局势深感忧虑 强调尽早实现加沙地区停火止战 是缓和当前局势紧张的关键 国际社会也应当形成合力 敦促有关各方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避免地区形势进一步动荡 凤凰卫视 你巧闻 周明亮 刘健 俄罗斯 喀山报道 23号 习近平还会见了埃及总统赛西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埃伙伴年 和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中国愿以此为契机 推动双边关系 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目标 持续迈进 在会见赛西时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同埃方做守望相助的真诚朋友 携手发展的亲密伙伴 今年是中埃伙伴年 和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中国愿以此为契机 同埃方不断巩固政治复兴 深化故事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加强多边写作 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构建 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目标 持续迈进 习近平表示 中方也愿同埃方加强协调 推动大金砖合作 行稳支援 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影响力和发言权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赛西表示 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年来 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埃方签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感谢中方支持埃及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双方就当前中东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喀山举行金砖峰会的期间 也分别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洋 以及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 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时 普京首先就土耳其安卡拉当天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看到双边关系时 普京指出 俄土能源领域合作良好 俄罗斯是土耳其可靠的天然气供应国 双方继续开展在土耳其建设国际天然气枢纽项目的准备工作 并将通过更加平衡的定价机制 加强地区能源安全 此外 俄方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土耳其第一座核电站 普京又称 俄图两国在中东局势上立场相近 认为只有在得到普遍承认和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两国方案基础上 地区冲突才能得到持久的政治和外交解决 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和俄罗斯主管部门正在努力解决两国银行交易出现的问题 他本人期待普京尽快对土耳其进行访问 普京当天还同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举行会晤 普京表示俄罗斯和伊朗的任务是巩固经贸合作的积极势头 双边合作的优先事项包括发展伊朗的铁路基础设施和布什尔核电站建设项目 同时俄罗斯和伊朗在全球议程上的立场相近或一致 佩泽西齐扬表示 伊俄关系是战略性关系 伊朗和俄罗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签署日期将很快确定 相信伊朗和俄罗斯能够携手消除美国制裁的影响 在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谈时 普京表示 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寻求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更公平的世界 两国对实际国际形势的观点一致 同时俄方支持委内瑞拉为加入青砖国家合作机制所做出的努力 马杜罗表示 委内瑞拉正在步入金砖国家行列 为方奉行金砖原则 主张世界平衡 如果全球南方没有争取未来自由和正义的权利 就不可能存在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金砖国家峰会23号在喀山闭幕 会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设晚宴 招待各国来宾 晚宴之前 普京迎接陆续到场的金砖国家领导人 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 以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多国领导人握手 有媒体评价称 这表明西方孤立俄罗斯的企图已经失败 俄罗斯正在与亚洲新兴大国建立联系 在晚宴上 普京住酒时邀请到场嘉宾 为金砖国家的繁荣和加强合作干杯 埃及总统赛西出席 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 这也是埃及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 赛西在讲话当中也表示 埃及坚定地支持金砖合作机制 同时也认为 这次的峰会 为坦诚讨论国际和地区的问题 提供重要机会 这是埃及总统赛西首次以金砖国家领导人身份出席峰会 也是埃及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国参会 赛西在讲话中表示 近年来全球危机清楚地表明 现有国际体系在处理全球冲突方面存在不公 国际体系也呈现出两极化和选择性特征 必须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体系 金砖合作机制将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 加强发展中国家声音可影响 塞西重申 埃及支持加强金砖国家间的磋商与协调 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 获取便利融资 粮食安全 以及解决贫困和数字鸿沟扩大问题上 加强合作应对共同的国际挑战 塞西还在峰会上强调推动本币结算合作框架的重要性 利用金砖国家相对优势开展农业工业数字化转型 新能源领域的共同经济投资和发展项目 凤凤华文士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导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前往俄罗斯喀山参与此次金砖国家峰会 土方有意成为金砖正式成员引发国际的高度关注 并且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不满 土耳其专家分析 加入金砖符合土耳其近年来多元化外交和经济战略的延续 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之前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表示 作为土耳其真诚地希望加强金砖国家的合作 希望卡山峰会能成为这一合作的契机 土耳其专员表示 在多极化政治体系日益显著的当今 土方试图加入金砖是正常现象 Türkiye'nin BRICS'e üyelik başvurusu yapması kurumsal bağlantılar oluşturmaktan yana bir siyaset izlemesi kadar normal bir şey yok çünkü çok kutuplu bir dünyada BRICS önemli bir oluşum haline gelecek bu NATO'nun veya Batı'nın alternatifi ya da Birleşmiş Milletler'in alternatifi gibi bazen yorum yapıldığı gibi bir şey değil daha çok ekonomik ve ticari ağırlıklı ama siyasi işbirliğini de içeriyor Dolayısıyla böyle bir birliğin içinde Türkiye'nin olmaması 土耳其对成为政治成员的兴趣 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 甚至一些国家谴责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 背离了北约的宗旨 专表示北约与金砖的性质完全不同 加入金砖符合土耳其近年来多元化 外交和经济战略的延续 Amerikan derin devleti ve Avrupa'daki hükümetler tartışmalar ortaya koyabilirler ama bunun uzun süreli olacağını zannetmiyorum NATO üyesi bir ülke neden BRICS'e gider? Bu yanlış bir soru çünkü netice itibariyle NATO bir askeri ittifak BRICS bunun bir alternatifi ya da karşıtı değil şu bir gerçek BRICS'e üye olan ülkelerin tamamı aynı zamanda tek kutuplu dünya düzenine Amerika liderliğindeki batı hegemonyasına karşılar 专业投授认为 处于地的位置 在贸易往来方面 土耳其拥有很大的优势 而作为北约成员国 土耳其可以成为 连接北约和金砖的橋梁 所以如果成为正式成员 土耳其可以成为 金砖通向西方的窗口 方卫士米亚扎提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报道 南非的专家就评论 最近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峰会 指出金砖合作机制 对于发展中国家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 拥有更强大的发展动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 正面临被西方孤立的经历 专家认为金砖合作机制 为这些国家提供了 新的机遇和平等对待 马坦伯说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通过提供比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更优惠的贷款 助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发展 以南非为例 今年8月新开发银行 与南非国家运输公司 签署一项50亿兰特 约合2.8亿美元的贷款协定 用于支持南非货运铁路部门的 现代化改造 谈记中国 马坦伯说 中国在金砖合作机制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将继续引领推动 这一机制发展壮大 凤凰为西萨伊德 南非约翰尼斯报报道 稍后回来 带您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一会见 欢迎回来 来关注一下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23号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土耳其最大军工企业之一的 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总部 遭到武装分子闯入 并且引爆炸弹 当中至少有5人死亡 22人重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而一男一女的 两名袭击者已被击毙 土耳其总统 爱德安也发表声明说 这是一次 针对土耳其安全 和平和国防的袭击 但是任何的黑手的企图 都没有办法实现 土耳其也将会坚定打击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以及其支持者 当天下午的 闭露电视画面显示 有一男一女背着背包 手持突击步枪 接近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入口 不时举起枪支瞄准 另一画面显示 一名男性枪手进入了大楼内部 并将枪口对准大门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一群袭击者 在保安人员换岗期间 乘坐出租车 抵达大楼入口处 至少一名袭击者引爆了一枚炸弹 而其他袭击者则设法进入了大楼 袭击发生时 现场有伴随火光的爆炸声 从远处能看到浓烟生气 随后传出枪声 有媒体曾报道 是发生自杀式袭击 大楼内有人质 也有报道称 大楼内的员工被疏散到安全区域 袭击发生后 当地安全部门迅速赶到 现场有装甲车和直升机出现 大批医疗、消防等部门的人员 与车辆也到场援助 内政部长耶尔利卡亚 强烈谴责袭击者 Ankara Kazan ilçemizde yerli ve milli savunma sanayimizin göz bebeği TUSAŞ'a maalesef 15-26'da bir terör saldırısı olmuştur hep birlikte ve milli birliğimize beraberliğimize kardeşliğimize kim pusu kuruyorsa ister terörlükte olsun ister organiza suç örgüt olsun şehir hqa olsun hiç durmadan durak samadan azim ve kararlık la unlarında nefeslerne kesmek de kararlays 土耳其国防部长 居莱爾称 库尔德工人党 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袭击者的具体身份 仍在确认中 正在俄罗斯卡山 出席金战国家峰会的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以及北约 美国和欧盟 军队事件提出强烈谴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 就表示有证据表明 朝鲜军队出现在俄罗斯 但是具体动向还有待观察 俄罗斯方面则再次否认 有关的指控 批评西方国家 鼓动韩国进行挑衅 另外俄军近期 对扎波罗热地区 加强了打击行动 扎波罗热州的州长表示 在最近一天 俄军队当地的前线定居点 进行了400多次的袭击 物方表示 很难想象 前线定居点 每天遭受400次袭击 会是什么样子 大多数情况下 俄军是使用无人机和火炮 袭击扎波罗热地区领土上的目标 预亦上面 多数百回障 地区领土上飞上 热尔址 尺热尔址 同声 持人士 禁止 在最近的地区上发生了大量案件 俄罗斯占领者在过去几周内 以涉嫌恐怖活动而判断当地居民10至20年的监禁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费德罗夫还表示 俄罗斯侵略者对当地居民处以长期监禁的行为 自在恐吓平民制造恐慌 为下一步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3号在一场演讲当中 就批评欧盟在俄乌冲突升级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说布鲁塞尔正在将西方拖入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 同时大批的匈牙利反对党的支持者 在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示威集会抗议欧尔班政府 在纪念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际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3号在演讲中 谈到俄乌冲突以及欧洲地区 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时 强烈批评欧盟的官僚 正在将西方带入一场无望的战争 表示欧洲经济正在陷入战争 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这种趋势 数百万家庭将遭受巨大损失 他称 现在的局势比过去70年中的任何时候 都更接近世界大战 az európai vezetők a brüsszeli bürokraták egy reménytelen háborúba vezették a nyugatot a győzelem reményétől megszédült fejükben ez a háború a nyugatháborúja Oroszország ellen amit meg kell nyerniük az ellenséget térdre kell kényszeríteniük és ki kell belőle vasalniuk amit csak lehet ez az ő nagy közösszéjú most már az egész európai uniót akarják nyíltan betolni az ukrán háborúba Orban同时指出 胜利计划的实质 就是扩大冲突 按照计划 乌克兰将立即收到 加入北约的邀请 战场将转移到俄罗斯境内 他还称 欧盟方面企图要颠覆 匈牙利县政府 并扶植傀儡政权 与此同时 大批匈牙利反对党支持者 在首都布达佩斯 举行抗议集会 表达对欧尔班政府的不满 反对党领袖毛娇尔表示 欧尔班没有权利 为俄罗斯的利益服务 并呼吁民众反抗压迫 为自由抗争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以黎床方 现在继续的互相轰炸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 黎班等国内生产总值 将会因此缩减9.2% 同时并认为 由于这次冲突的规模 以及其经济影响 可能会超过2006年的冲突 即使黎巴嫩的冲突 在今年结束 国内的生产总值 仍然持续搜索到2026年 另外黎巴嫩的 真主党23号证实 被视为前领导人 纳斯鲁拉继任者的 执行委员会主席 萨菲丁已经死亡 伊朗高层23号 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哀悼 黎巴嫩真主党23日 发布布告证实 其执行委员会主席 萨菲丁已经死亡 对此表示哀悼 自从前领导人 纳斯鲁拉遭乙军袭击身亡后 萨菲丁便被视为继任者 现在两名领导人 接连死云以军之手 相信会对真主党 构成重大打击 以色列军方在之前一晚 已指萨菲丁 与真主党情报部门负责人 以及其他指挥官 在三周前 以军对比武特南郊的 情报总部打击中死亡 另一方面 以色列继续猛烈轰炸 黎巴嫩 南部巴布达地区 晚上遭到连番轰炸 一个又一个火球照亮夜空 爆炸声一浪接一浪 另一个沿海城市提尔 则有多链建筑物 被以军移为平地 以军在空袭前警告附近民众 马上撤离 当地政府早前已陆续撤走居民 目前当地人口 剩下不足一万五千人 黎巴嫩真主党 首次使用新型无人机 核精确导弹袭击以色列 以军制发现最少四枚火箭弹 触发以色列中部警报 其中两枚被拦截 黎巴嫩因为这场战事 国内生产总值将缩减9.2% 由于此次冲突的规模 及其经济影响 可能超过2006年的那一次 即使这场冲突今年结束 黎巴嫩的国内生产总值 仍将持续收缩至2026年 而在加沙地带 连俄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一名雇员在乙军空袭中身亡 事发在汉尤尼斯 一共有两人遇害 去年以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 最少有223名近东工程处人员死亡 另外三分之二工程处建筑物受损 甚至被摧毁 哈马斯则表示 北部的杰巴利叶地区 经过乙军新一轮地面行动 19天后 至少77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一千多人受伤 此外有包括妇女在内的200多人 被绑架 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 则被乙军强行赶走 真正要把他们栖身的地方拆毁 友章者表示 乙军半夜将他们吵醒 但他年纪老迈 根本无力迁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美国大选 因为美国媒体说 性别在2024年的大选当中的影响 空前突出 很可能会成为 美国本次大选的决定性因素 从特朗普对女性的贬损言论 到哈里斯成为美国首位 女性总统的潜力 再到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的裁决 种种因素都使得性别议题 格外的潜注 而这场选举实际上已经成为 对女性在美国社会角色的 全民公投 纽约时报报道称 性别在2024年大选中的影响 空前突出 从特朗普对女性的贬损言论 到哈里斯成为美国首位 女性总统的潜力 再到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的裁决 种种因素使得性别议题格外显著 据纽约时报与西耶娜学院 十月的最新民调 女性选民继续支持民主党 而男性选民则更多倾向共和党 性别差距进一步扩大 哈里斯在女性选民中 领先16个百分点 而特朗普在男性选民中领先11个百分点 这一差距主要源于年轻选民 18至29岁的女性中 有69%支持哈里斯 而同龄男性的支持率仅为45% 自2016年以来 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哈里斯也成为了首位女性副总统 然而现在的民主党人 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性别歧视的长期存在 希腊里曾大力宣传自己创造历史的潜力 而哈里斯则鲜少提及自己的性别和种族 这反映了他从2016年大选失利中 吸取的教训 哈里斯表示 性别不会妨碍他的竞选 他相信美国已经准备好 迎接一位女总统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主要依靠女性选民 尤其是那些自特朗普上台以来 为民主党赢得选举胜利的 愤怒女性选民联盟 而共和党则通过煽动性言论 争取保守派女性选民 特朗普甚至承诺 自己会成为女性的保护者 相比之下 哈里斯的支持者则坚信 女性有能力保护好自己 冯红卫视孙海若 姚一伟 华盛顿报道 当地时间23号 美国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在华盛顿的讲话当中 警告选民 称特朗普希望能够获得 不受限制的权利 而他的第二个任期 将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而这一番的表态 也回应特朗普的第二任 白宫幕僚长凯利对他的评价 凯利说特朗普向往独裁 并且希望可以拥有 向希特勒的军事将领 据大选仅剩13天 哈里斯意图通过 这个简短的讲话 来提醒选民 特朗普将会给美国带来的威胁 哈里斯警告 特朗普称自己希望 获得希特勒的军事将领 意味着他向往一支 忠于他本人 而不是忠于美国宪法的军队 哈里斯还回应了特朗普 平凡提及的内部敌人概念 称特朗普将会把任何 与他政见相议的人士 归为内部威胁 并且曾声称会动用军事力量 对付他们 哈里斯还提到 前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 对特朗普 符合法西斯主义者的评价 称奇能够让人看到 这位前总统令人不安的真实面目 约翰·凯利上将 曾是特朗普任期内 共治最久的白宫幕僚长 也是迄今公开谴责特朗普的 前特朗普政府官员中 直别最高的一位 他在22号 与纽约时报的电话采访中透露 特朗普曾向他表示 自己希望拥有希特勒的军事将领 且认为军事威权和打压阵敌 是致力美国的可行方法 两位候选人的表态 也为本轮大选是否能和平结束 门上阴影 哈里斯曾在22号晚的NBC采访中透露 自己相信民主党人 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和专业技能 来应对特朗普推翻大选的尝试 特朗普也曾建议 在选举部署军队 来应对当天制造骚乱的 内部敌人和激进左翼分子 凤凰卫视 王志强 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福布斯杂志 在23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 在全美范围内 美国的前总统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支持率 反超美国的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两个百分点 与一个月前 哈里斯领先特朗普 四个百分点相比 发生明显转变 23日美国福布斯杂志 公布最新民调显示 在全美范围内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以51%的支持率 反超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49%的支持率 一个月前 哈里斯曾在相同民调中 领先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对于选情发展来说 这是一个显著的转变 不过民调也显示 仍有18%的选民表示 他们还在考虑和权衡当中 在大选当天 他们可能才会做出决定 这也将影响最终的结果 538民调显示 在全国民意调查平均值当中 哈里斯目前领先1.8个百分点 为48.1% 对特朗普的46.3% 不过两人之间的差距 已经从一个月之前的2.9% 开始不断缩小 而在关键摇摆州 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 佐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领先 哈里斯在密西根州 威斯康星州和内华达州领先 在宾州两人几乎打成平手 而在任意一个摇摆州 并没有哪位候选人 有超过两个百分点以上的 大幅领先优势 尽管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 邮寄选票可能存在 选举舞弊的情况 不过近期他也开始转换策略 呼吁选民进行提前投票 截止10月23日 已经有超过1850万选民 进行提前投票 其中包括930万的民主党人 和780万的共和党人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 参加提前投票的民主党人 数量发生减少 而共和党人发生了增长 富豪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报道 法国总理巴尼耶领导的政府 在国民议会当中 遭遇重重困难 政府在23号宣布 可能动用宪法第49.3条 强行通过2025年预算案 法国政府发言人23日 在记者会上表示 总理巴尼耶已经获得 暂时的授权 可以使用宪法第49.3条 来推动2025年国家预算 和社会保障预算的通过 法国政府发言人补充说 总理巴尼耶的目标没有改变 他仍然希望保障议会的辩论空间 并在尊重议会程序的前提下 展开讨论 的宪法第49.3条 允许政府在不经过国会投票的情况下 通过一项法案 但此举也意味着 政府可能面临不信任案的威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法国政府内部的脆弱性 和执政联盟的分析愈发显现 巴尼耶早前也曾暗示 必要时不会排除动用宪法第49.3条的可能性 方卫士 李萌威 法国巴黎报道 欢迎回来 香港特区政府23号回应传媒 就世界正义工程公布的 2024年法治指数查询时指 香港的排名维持不变 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继续排名第六 并在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当中 位列23 整体排名维持高位 继续领先于一些 不实无理批评香港法治和人权状况的欧美国家 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表示 在监管执法以及民事司法范畴 香港的全球排名都上升一位 而在开放政府范畴 香港继续保持去年的得分 以及全球排名 说明在一国两制下 香港拥有完善的监管执法机制 及民事司法制度 有利于法治建设和营商环境 香港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 以及基本权力 秩序和安全及形式司法范畴的得分 以及全球排名稍微下降 在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排名几乎不变 也反映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成功 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以及香港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 有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而评分的下调似乎并未能全面地反映香港法治的制度优势 澳门与内地开展代号 轻以四号的打击换钱党专项行动 澳门刺警23号查获42名内地换钱党 并于同日全部移交给内地警方 行动中减获300多万港元的现金和筹码 42名换钱党由私警车押送至珠海孔美口岸 及澳门观察之间的车道地点 他们带同随心物饼陆续刹车后 内地公安人员随机逐个戴上头套 然后再押送上内地警车 移交程序在两地警方合作下顺利完成 行动中供减获300多万港元现金和筹码 本局出动100名的刑征人员 分别去到澳门和路坦区多间酒店 以及两个住宅单位采取行动 接获42名目标换钱党的内地人士 包括29名男、13名女 年龄介乎27岁和63岁 分别来自江西、江苏、广东、山东、北京 吉林、辽宁、河北、黑龙江 澳门立法会16号细则性审议 以及通过《打击不法赌博犯罪法》 针对换钱党非法行为的新法案列明 只要是限制到为赌博而提供的 非法兑换服务 以及在娱乐场和邻近设施中 进行货币兑换业务 均属刑事违法 施警指新法站有助打击换钱党活动 我们预计新法真的生效了之后 在澳门很多涉及不法兑换的活动 我们有有法可依 也都有一个法律工具 以及有相关的一个执法权 相信在澳门很多换钱党 是我们可以惩处的 可以处理的 施警强调 法案生效后 两地警方将继续加强情报交流合作 令犯罪分子无处长生 难以逃避执法人员的弃捕行动 根据打击不法赌博犯罪法法案 任何为赌博提供的非法兑换行为 最高可被判处五年徒刑 法案将会在行政长官签署 及公布后的第二天开始生效 丰儿卫视陈乐林家们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儿见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根据香港南华早报 在22号的报道 有一份美国政商界的会议记录就显示 美国计划要进一步的限制 对华科技和军事出口 报道提到对华遏制措施 将会集中在四个领域 分别是军事最终用户规则 云计算 信息和通信技术 以及生物安全法案 美国商务部就预计 将会加强对军事相关出口的监管 加强对云服务的审查 并且为关键技术的贸易活动制定新的规则 并且将会强制的要求 向海外的军事实体发送的任何物品 都必须要获得许可证 相关的措施也引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批评 指出计划当中的有关管制过于宽泛 将会单方面的损害 美国公司的利益 影响其全球竞争力 美联储发布的最新经济贺皮书显示 9月至10月的上旬 美国大多数地区经济活动变化不大 受访者对长期前景仍然感到较为乐观 美国联邦储备局周三发布 俗称贺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 显示9月到10月上旬期间 12个领储地区当中 差不多所有领储地区的经济活动 大致没有变动 只有两个地区表示经济有轻微增长 报告提到通胀持续缓和 大多数地区的销售价格 以轻微或温和的速度增长 但有消费者倾向购买较为廉价的产品 而投入价格整体适度上升 多个地区报告指 投入价格普遍叫销售价格上升得快 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率 赫皮书又显示 就业人数略有增加 对工人的需求有所舒缓 超过半数地区的招聘好转 流失率也较低 企业招聘主要侧重于替代而非增长 但受访者指出 仍然很难找到具有某种技术 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人 随着劳动力供应的改善 多个地区工资增长速度放缓 报告又指 短暂的码头工人罢工 只造成轻微的暂时中断 而飓风的破坏对农作物造成影响 并导致东南部的商业活动和旅游业暂停 美联储将于下月6号到7号一息 而最新的经济报告就强化了市场 对这次会议降息0.25厘的预期 并估计12月可能再降息0.25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市 美股三大指数周三全线收跌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跌幅领前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升至三个月的高位 也拖累对利率敏感的科技股偏软 因为达克苹果都下跌超过2% 麦当劳在美国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这也拖累股价下跌超过了5% 这创下超过4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成为最弱势的道指成分股 图表显示到道琼斯工业指数 是收报在42,514点 跌409点 跌幅0.96% 这也是9月初以来最大 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18,276点 跌296点 跌幅1.6% 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5797点 跌53点 跌幅0.92% 向前来看著纽约记者陈飞飞发来的总结 周三华尔街三大股指全线下挫 那几种道指和标普500指数遭遇三连一 纳指则领跌 主要是美债收益率攀升 对科技股成长股施压 十年级美债收益率在周三一度出击4.25% 是今年7月以来的一个最高值 那这是让科技巨头普跌 包括MEDA跌3.2% 英伟大跌2.8% 苹果亚马逊则跌超2% 另外道指呢 还是收到了一家权重股 麦当劳的托雷 麦当劳股价收跌约5% 主要是收到一款招牌牛肉堡 可能爆发大肠杆菌 并且引发死伤案例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其他个公司方面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报 那科娥各个公司收跌2% 上季度营收盈利尽管超出市场预期 但是主要是靠提价来弥补了需求走弱 实际上全球的单乡销售额是下滑了1% 而特斯拉则受到财报提振 在盘后股价是一度涨超7% 公司盈利是超出市场预期 营收虽然不及预期 但是比去年同期然是高出8% 而电动汽车的交付数量也同比增长了6% 而IBM的盘后股价则下滑了超过3% 公司盈利超预期 但是尤其是收购的红帽业务表现强劲 但是咨询和基础设施部门 是拖累了整体营收不及预期 另外波音收跌1.8% 公司报告了新冠疫情以来的最糟糕 单季度亏损 其他资产方面 国际油的价格跌超1% 布伦特原油跌至每桶约75美元 德州青田油跌至71美元 而黄金期货的价格也下滑了 1%至每盎司约2730美元 凤侯卫视陈飞飞纽约报道 参与罢工的波音公司机械师 24号以投票的方式 来决定是否接受资方提出的加薪方案 已结束近6个星期的罢工行动 外电报道 大部分的受访员工表示投了反对票 波音西雅图厂区 有多名隶属机械工人和航天工人 国际联合会的机械师 排队等候进入临时投票中心 投票将会在当地的时间下午5点钟结束 波音公司提出新的合约 当中包括未来4年加薪三成半 这次罢工被视为对8月才出任 波音首席执行官的奥特伯格的一次考验 然而要扭转局面 需要从公司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做起 并且要稳定公司业务 波音公司招咬之前 公布了第三季度路德亏损超过60亿美元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学习手定我们各级新闻 感谢您的观看